大家好,我是安妮 大家好,我是Chris 我們每天都戴口罩,我相信會戴很久 皮膚問題都出現了 你應該是明顯受害者之一 我這兩粒很大,按下去是痛的 是一種腫乳的痛 我口罩裏面的地方,這部分是沒有東西的 裡面有不同的泛紅、敏感、暗瘡、印 其實我很開心,我看到這塊臉這樣 因為你明白嗎? 每一次拍照片,我都掃眼 你是掃眼,但你是光滑的,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我都很開心,我現在爛了 我們怎樣處理口罩機的問題 口罩敏感機 我先分享我自己處理方法 因為我是一個極容易敏感的人 所以我不能試太多方法 所以我皮膚有問題,我覺得控制不了 不是一兩粒,可能已經有十幾粒的問題 我會立即去看皮膚給我醫生 你直接去找醫生嗎? 對,我找醫生人 他會開藥膏和給我吃 都是抗生素的東西 你真的會吃嗎? 但不吃抗生素也不行的 我不知道,那我不是醫生 他開我便吃 你覺得他上餐方便,開一些強的抗生素給你吃? 我總比我去試不同的東西 因為我太容易敏感 我很喜歡試東西 我很不喜歡看醫生 因為我覺得你身體皮膚很難藥 你真的要找到一個有信賴的皮膚才行 又不會洗淨往前 我就很抱怨這個過程 看皮膚科醫生都貴 我喜歡自己試試 或者問問問身邊的皮膚好像很漂亮的朋友 看有甚麼方法 不過這次你不適合用 如果你的方法可以,我也想試試 我覺得你真的可以試試 我來更新推介 我來更新推介 我是怎樣呢? 我和你反過來 我現在是額頭和太陽穴 很容易起暗粒 因為我可能會戴口罩 手不自覺碰額頭碰太陽穴 污髒就會起暗粒 而且我最討厭就是我鼻子的毛孔會變肥 然後有很多髒東西 即毛孔粗大了? 對呀 好像你焗完 即是焗住它 然後毛孔就會粗大 你可能洗臉很乾淨 都沒有再化妝 肌膚也會這樣 我就崩潰 我先去找了一間我朋友介紹給我 很順利針清了之後 針清了之後是很痛 養蠻整個星期 因為我全部都是額頭很厲害 他就幫我額頭不停刺 應該是撕裂我的臉 是撕裂 即是不同程度的損傷 是吧 我自己的家是怎樣的呢 隆重推介介紹 首先我會用一個 因為鼻子很多 我會用一個 陪我走了很多年的 鼻頭貼 把我鼻子的粉刺 把皮都塞掉 是不是過期的? 不是 我看到這個盒回來 因為我的盒不見了 這個盒回來而已 我看到一百年了 對呀 這個是一百年 是一個盒子 是一個盒子 什麼啊 這個生產期的 一定是 好 是自己已經睡了 嚇到我 我心想 蛤? 怎麼知道沒有過期 然後呢 已經濕熱到很乾 濕熱到很乾的程度 我自若飾就撞這個 Gram Go 也很有名 這個清潔面膜 是我的皮膚很漂亮的女生朋友介紹我的 是皮膚很漂亮的女生朋友 她是很棒 以前我們不是介紹過的 那個是Anoumi那個 我都覺得OK 但這個是再自若飾一點 為什麼呢 它有沙石 有樹葉 你會覺得自己的臉 我敷 我很頑皮 她叫我敷五分鐘 我敷十分鐘 然後我再拿毛巾去洗臉 你會感覺到沙石在臉上油走 淺踏你的皮膚 為什麼啊 很棒 你敷完之後 你的臉是肥的 是會有些麻痺 可能太痠了 我不行 我這個一定不行 真的很棒 你真的要試一下 不如一旦試一下 它會爛臉到死 不會啊 你會換言一身 然後呢 爛到這麼誇張 我是不會讓它停的 我呢 就因為有很多豆豆印 我之前試過這個是 Clinic Clinic的這個 Clinic維他命C的C 我打算讓他去豆豆 我覺得他去豆豆沒有材料 但是呢 他的收毛孔真的超級無敵 正哦 你是健康得到的效果 就是你很少會看到 我們Clinic會稱讚我這樣 或者我稱讚我這樣 因為我經常都 塗一些 然後塗我被人說我 這個真的很好用的 你會留意一下 我先是雙膀的鼻 再刺激我的臉 然後再刺激我的毛孔 真的收起來 真的收起來 而且他不是一天半天 他之後那個禮拜 都覺得是不太小了很多 OK 完美 最後呢 就是我最近的新寵 這個暗瘡姐 Origin 嗯 你可以試 他呢 這個真的 全世界都可以試 我覺得 因為這個塗完之後 他就好像有一陣很頑固的 膠紙貼在你的環處 你就算可能有一點水 淺過 或者噴一些 保濕spray 他都不會溶的 這個跟我 跟我就這樣 就是醫生的那些 A酸藥膏呢 差不多 嘩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假的 好痛啊 好痛啊 真的嗎 好痛啊 是不是很棒 我發整個臉就是這樣 我那時候 真的假的 真的好痛啊 真不真啊 他是刺痛啊 你塗吧 為什麼啊 不是一相信我 你受過苦你的前路就一片光明的了 受過傷才知道要堅強 想不想用美麵 好 我想 你保持著 是不是 扭完之後就沒事了 好痛啊 真的很難 好像是你損了之後 然後你 給點火酒 對 少少消毒的那一刻 刺痛 對 很棒啊 但譬如你的豆腐現在是 它不是說酸痛 它會很痠 我很肯定你敷這個三眼 換言一身 我現在是買的 真的很好用的 那你怎麼護膚呢 你傷到這樣 因為呢 還有 這段影片很長 不要緊 好啦 其實我認真 我是傷到瘋了 我發現 不可以塗面霜 還有Paper Mask 我都覺得都沒有用 因為Paper Mask 是幫你補水 可能你補水之後 不會這麼固定 但其實對你的傷口 是一點幫助都沒有的 但我反而覺得 你塗少少 可能 乳液狀的保修會比較好 因為面霜狀 其實你吸收不到 或者因為太油分重 引起有些損了的地方 再發炎起籠 你就會有新的豆腐出來 OK 那用乳液會比較好一點 我也用清爽一點 乳液會比較好一點 而且你最好沒有一次 綠索上很多 你可能 頭五分鐘上了一層薄的 待會再上第二層 效果會很理想 嗯 我現在 按橫就知道 OK 好啦 我現在要向你暴盡 好痛啊這個真的是 是不是還痛的 是不是這麼誇張 有一點點 那就有用了 是嗎 苦口涼藥一點 好痛啊 好啦 現在你沒事了 你現在邁向這個康復的階段 我現在還苦苦掙扎 真的好羊 所以想到很想哭 希望大家可以 如果苦苦掙扎 都可以嘗試 安慰這個方法 但一定有人說 你瘋的 你這樣 要虐待自己的皮膚 不會好 你理我啊 現在就是好發 沒有關係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方法 那我們今天分享就到這裡 拜拜 拜拜 不是呀 要訂閱 哦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然後呢 FollowFacebook Instagram 還有按在Youtube的小鈴 按個小鈴 就可以收到我們的資訊 好啦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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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